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来到了我们奶茶说故事的时间了 今天奶茶不说故事 因为奶茶想要为大家介绍如何转调 因为有许多人都告诉奶茶转调是一件很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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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事情 那奶茶也觉得很不忍心让大家在家里面苦练 那其实奶茶想要分享的就是 其实我在学习转调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 为什么因为我很喜欢唱歌 那当我拿到阿妹的歌曲啊 王菲的歌曲啊 莫文蔚的歌曲啊 那我一定想尽办法要唱它的原Key 那我为了要唱原Key呢 我就想办法去把那个调恋起来 奶茶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当你想要某个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会竭尽你所有的办法去达成你想要的目的 那当然啊 当我们觉得我们还没有特别喜欢唱歌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来练习转调啊 那奶茶发现到说奶茶有一个经验 就是在转调呢 奶茶把它分出两种能力 一个是键盘上的转调能力 第二种呢是适谱的转调能力 那今天奶茶要介绍的是键盘上的转调能力 因为它是比较轻松比较简单的 键盘的转调能力呢 就表示我们眼睛只要盯着键盘看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在盯着键盘看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先找出一首歌曲 是我们可以不用看谱的 我们只要盯着键盘看 而且我们很清楚它的旋律跟和弦 我们要配什么样子的旋律 配什么样的和弦 首先奶茶先找出一首 最熟悉的是小蜜蜂 小蜜蜂这首歌 为什么我第一首想要找这首来分享 因为它最高音只有到收 它只有五个音的音域范围 那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在转调之后 那五个音的熟悉度 所以我们先用小蜜蜂在C大调上面呢 先弹弹看 好 那它其实只用了两个和弦 C跟G7 一起跟7而已 好那我用这样的方式开始来转调 那我想说好我弹3C好了 我就可以把我的手掌往上弄 但是心里要唱的是 然后再来呢 OK那我再音乐哦 嘴巴要唱的不能是唱 不可以哦 你一定要唱成手 一定要唱法 那这样一个一个音上去 可以帮助你这个五个音的熟悉度 好当我这五个音熟悉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找一首可以 不止五个音 它的音乐范围是超过五个音的 比如我们最常唱的 音乐范围代表我的心 音乐范围代表我的心呢 音乐范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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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那像这样的范围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做时候用了 音乐范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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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那我们就随便找一个调好了 假设我这个礼拜我想要练降一调 那我小蜜蜂弹了降一 key 之后 接下来一样代表我的心 我也把它用降一的来弹 S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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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然后你这样子去玩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其实很好玩 Mi Re Do Mi Re Do 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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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 Re Se 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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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心里面想的全部都是手雕的唱法哦 千万不要认为我弹这个音So 我就把它唱成C 千万不可以 因为这样子会让你继续活在你原来无法转掉的框框里面 好奶茶今天分享 键盘的分享就到这里 你可以练习看看下礼拜奶茶还要再做不一样的分享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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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